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是谁 这是我们的公交王子弹丁啊 英俊潇洒 那么这位呢 这是哪个不良少年呢 气质上就跟我们公交王子没得比吗 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公交王子弹丁 不是吗 毛长长 自愁魔朔世界 无妖网人在中国大陆开火 公交王子就沉迷得无法自拔 现在他这个样子 完全是被网络游戏害的 网络游戏真是太害人了 一个帅哥 可以瞬间从天堂 跌入地狱 魁爷您别怕 我们有网瘾治疗专家 陶教授啦 金色的陈光 早入目中 沉睡的烧点要准备行动 急着的引擎已开始颤抖 说再多也没有用 命运在手中 没有人能够看懂 我的道路我自己走 当着前方的困难 我的一直不会动 周围的小动 全被我都看透 世界的每一刻都在涌动 追随自由的步伐从来没听过 世界的每一刻都在涌动 美好的命运从来不是偷手可得 黑火箭 你没事吧 你是来帮我分担痛苦的吗 让你来听听我的故事吧 两年前 我在QQ上认识了一个女的叫红尘白发 我以为我的人生第一次就要来临了 没知道 我现在才发现她绝是个男的 其实我想说 即使是个男的我也爱你啊 但是 哦 你没病吧 这怎么可能 网络上有很多东西都是虚幻了 一起接受网里治疗吧 你 你 不可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网影资料专家 陶教授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 第一个网影治疗方法 叫音乐治疗法 那么通过美妙的音乐 美美丽的艺术 来唤醒网影少年 对艺术的追求 那么为了以身试法 我要穿上衣服 你看 我穿得很性感 他看到我这么性感 把我当成女的 想抱我菊花 应该抱 应该抱前面 对不对 非常性感 再戴一顶这个帽子 这就是我对艺术的追求 艺术的追求是什么 就是不穿衣服 穿得越少越好 衣服越少 对于艺术追求越高 所以很多女明星 经常和导演上床 脱得很干净 这是潜规则 潜规则是什么 是一种对艺术的追求 只要被潜规则了 那你的艺术的就会升华 你的艺术道路就会不断前进 所以要想追求艺术 首先得潜规则 好 那么 音乐资料法 那要使用各种乐器 那首先我到一个有到卖乐器的地方啊去 那我先做滑板快一点啊 大家看到我的臀部很性感 说明怎么样 我平时这个保养的很好啊 保养的很好啊 经常喝 嗯 这个毒奶粉啊 有利于保养 臀部啊 好 是这样的 好 我们首先用这个吉他用乡村音乐 啊 Country Road Country Road Pay Me Home 美国经典乡村音乐 就是用这个吉他弹者来教育他 看来这些网影少年对这个乡村音乐不感兴趣啊 啊 你看他们啊 是是 我是砍了一波又一波啊 对他们没有用 于是我索性把其他套在一个人脑口脑袋上啊 乡村音乐不行啊 我们用激烈人的打几率啊打几率啊 那中国的呃 最古老的打几率是东北的啊 刘阳哥啊 是比较那个古老的啊打几率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几率 还是不行 那么怎么样啊 电子音乐 你 Electronic Music啊 激烈的音乐啊让这些网影少年啊你看没有这网影少年像行尸走肉一样 除了打游戏 除了上网就没有其他事可以干就如同一台造风机行尸走肉是不是啊 网影少年就是这种状态让音乐唤醒唤醒他哎 看来这个摇滚音乐啊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于是啊于是我告诉你我要发飙了啊我要发飙了怎么样啊那我先用一个点击他 但刚才刚才看到电击他对这个网影少年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好所以我要用电击他那么怎样提升效果呢 在用这个音箱啊音箱音箱有什么用呢夹杂功语 你想在电击他美妙的音乐下激动人性的旋律下再加上一台大功乐乐音箱啊发出来的音波可是震撼全世界啊 是不是啊 喂喂喂喂哇去啊哇去是吧好合成 好合成 好了好已经合成了啊我也我也我要试一下我这个效果啊我先到一个这个就是人比较多的啊人少的地方我我不稀罕啊是吧因为我我现在这个是属于这种治疗网影的这个大杀器啊啊 科学的治疗工具啊所以说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啊像社会各界展示我的这个医疗成果啊医疗成果啊治疗网影它是一门科学啊是一门科学 呃再过几年啊网影就会成为大学医学的本科专业啊读本科请读网影专业怎么样网影终于来钱了不好意思短信来了好我要开始谈音曲 ok ready 哎我还没开始就啃我胸部 多么消环曲 好我们看到这一曲的威力是相当大啊难道是后面有某个人在在在在是保佑我是不是啊哎你看这这一曲啊 听到这些这些网影少年都是非常的这个啊躁动哇哇哇是不是啊他们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棒了 看没有他们脱离了这个曲体啊从行尸走漏变回了正常的少年啊他们越是靠近那么越是受熏陶所以说我的这个治疗成果啊 这是非常体贴的啊也是非常周到的啊啊好所以用音乐治疗法治疗网影少年是非常好的方法最后一曲啊最后一曲台湾就知道啊好 请记住我的名字陶教授啊以及波索使用了网影治疗大法 我是跑跑卡丁车的一位资深玩家我花了很多钱去买汽车和衣服但是干贪量的美化疼 出了个QQ飞车 自从QQ飞车出来过后就没人玩跑跑卡丁车我的钱都没用了那当然新游戏出来谁都想玩 那我投了这么多的人民币呢又该怎么办我的钱啊我的车啊统统都没有统统都洗白了 不管怎么说你他妈得给我个说法那就是网影治疗吧你他妈说什么 啊 大家好不用多说我依然是陶教授现在看我这层装板那我要使用什么样的网影治疗法 童年唤醒治疗法通过我的方式唤醒起某些网影少年的童年 让他们回忆起童年的美好生活精彩丰富的生活而脱离网络游戏而脱离网络 所以这个童年唤醒治疗法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方法啊 大家看我骑着这个幼儿三轮车啊是不是想你们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的感觉了啊 嗯在座的如果现在没有感觉的话通通都是网影少年啊都是网影少年啊有感觉有感觉才对嘛 是吧这个夫妻双方啊在床上也必须要有感觉那只要网影啊对网影少年来说也一定要让他们达到感觉达到感觉啊 特别是对女的网影少年女性网影啊少女啊一定要让他们有感觉有感觉嘿嘿嘿嘿 好呃这个感觉很重要感觉很重要啊有首歌啊just a feeling啊只要感觉只要感觉啊 好那我骑着这个车到了一个玩具店哎呦玩具玩具店有什么很多有趣的小玩具啊有趣的小玩具啊有趣的小玩具那我要用这些玩具呢让他们啊 啊获得这个换星期他们的童年啊我先用这个Telly贝尔泰迪熊砸他们哎威力不是太大是不是不是太大不要慌啊威力不大我我用这个啊插进去哎呦我们看这个东西从这个男的前面直到菊花啊插了个铜啊从前面插到后面这个插法真是太强悍了这个男的痛得来是痛不欲生啊前面也被插后面也被插 啊哎呀这这这这这经常我们在一些爱情动作片里面看到有啊前面也插后面也插但是对男的前面插后面插是不是很痛啊好我再放下这个甩炮啊甩炮 甩炮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一种这个鞭炮啊是一种的鞭炮那这个鞭炮对这个僵尸来讲是非常的有心理好再来我用这个水枪啊射他们的脸是不是啊要是他们的脸 好最后再再用这个呃纳登丢他们啊靠他们啊威力很大威力很大但是哎我们看到看到这么久啊发现这个玩具对这个小小剑是是的网影少年的这个诱惑 不是很强不是很强啊 那么有人就说哎呀你这个同年这个呃这个网影唤醒治疗法威力不是太大啊对不对 做事呢一定要冷静的思考为什么我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啊一些网影少年他们的网影程度还不是太深 所以用这样一种非常轻的这个网影方法呢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不会给患者造成心理上的痛苦二不会给他们的家庭呆来重大的负担让他们极力的配合配合网影治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哎 但是有人又说了哎呀你这个网影是不行啊因为现在这个网影少年事实是太多了你你这么治疗方法不是太好啊方方法不是太好所以说怎么办呢啊软的不行啊脑子来硬的是不是啊哎软的不行来硬了啊我现在的软是为了以后的硬啊因为现在就开始硬起来到时候关键时刻软了怎么办呢啊 关键时刻软了那会影响对方的感情是不是要该硬就硬该软就软对不对哎这个俗话人家就这么说古代啊医学家李斯珍就总结了该硬就硬该软就软的经验啊详见本草干木啊其他的我不解释开始我用烈火器加水枪 好耶好大家看我现在手上拿的什么灭火器加水枪是什么东西冷冻枪啊因为二氧化碳啊 啊加之这个水枪啊可以合成以二氧化碳为元素基础冷冻枪让这些网瘾少年冷静下来啊首先看我我朝他们脸上射啊射屁股啊射胸肚啊不管怎么射 总之要让他们冷静看这些人冷静了动都不动啊仿佛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了这个时候我就跑过去啊咒他们让他们尽快脱离网瘾的躯壳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啊 回到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啊你好我也好对不对哎你看我使用这个是冷冻枪给他们尽力的设计啊让他们尽力的思考啊为什么经常打网瘾对得起这些父母吗对得起这个社会吗对得起祖国被对我的培养吗啊虽然祖国没有给我太多的钱啊但是祖国也培养了我对不对哎 虽然被祖国培养是要付出代价付出很多学费现在算是谁那么贵但是但是这样对不对得起自己呢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是他们冷静啊但有人又说了哎呀你这个冷冷静这个大法对一些非常躁动的网瘾少年那是不管用的啊冷不行我们叫人热是吧冷热酸甜 哎呀想用就用我自来网瘾我是很有套路的很有方法的泰迪熊加重型机枪 好我们看到自动泰迪熊机枪炮机炮啊 这个是智能系统啊我以前是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的啊我对这个机械啊非常专专严啊非常专专精啊所以说我制造这个泰迪熊 机炮的治疗啊但他们表面看起来是玩具啊童年的东西但是却是笑里长刀啊比如说我放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哎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泰迪熊这个机炮啊就在坐着射啊甚至躺着也动动弹了啊躺着也动弹 是不是啊哎我就在这里静静的看啊他们就在静静的啊退射啊就是接受治疗嘛啊接受治疗啊让他们尽快脱离啊这个网瘾的躯壳 让他们从一具形式走肉变回正常的人类好这就是我的泰迪熊 机炮啊也是我的童年唤醒治疗法谢谢我是陶教授 他是我的舞伴儿我跟他一起跳舞有三年了哦是吗你们是哪个舞团的能告诉我吗我们是进舞团的我和他一起玩进舞团玩儿有三年了但是他却对我说他也有三年了 我要换个舞伴儿我真伤心你就这样就把他给杀了啊没有办法谁叫我这么喜欢他这么依赖他 天呐你应该接受接受网瘾治疗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网瘾治疗啊我的网瘾治疗体贴又周到 什么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大家好 好,我是陶教授,我正在介绍我自己 大家看我穿着这层装扮 因为接下来是文化教育治疗法 文化教育治疗法 怎么叫文化教育呢 就是要通过弘扬民族文化 宣扬祖国大好河山 通过旅游 通过去图书馆、博物馆 看师博的方式 让他们了解祖国大好河山 生活的美好 从而降低他们的网瘾程度 首先我用中世纪的文化 欧洲中世纪的文化 看到没有 我拿着中世纪的薄剑 砍他们 让他们脱离网瘾的躯壳 脱离行私走路的躯壳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砍上了两半 你一半 我一半 大家都有一半 让他们脱离躯壳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 然后呢 再来看 北美洲土著文化 我用这个长枪 刺穿他们的躯壳 刺穿他们对网瘾的欲望 让他们从此 不再打网游 不再QQ聊天 不再QQ逗逗逗地主 接下来是北欧文化 北欧是个野蛮的民族 所以北欧文化也是比较野蛮的 让他们了解文化的这种冲击力 是吧 是吧 所以说这个文化对于这个网瘾少年的这个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有些人又说了 他说陶教授啊 这个网瘾治疗啊 你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啊 对不对 让他们去旅游 看世博 看了下来 他们还是想打网游 对不对 那么我教队你说了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们不可狠 做男人 教队自己狠一点 是吧 治网瘾 教队网瘾少年 也狠一点 用力一定要过 不然这个穿不透 穿不透 所以我先用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盾夹宝刀 没有错火焰刀 不用 来看我了 请我 闻心盾 来看到这个威力是非常的强大啊 不仅是让他们这个四川了他们的身体 还让他妈浑身被火 被这个他们的被社会愤怒的火焰 给给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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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他们的王爷的这个历史 烧的他们就往远的意思了 不要再拿往远 对吧 哎 烧 因为浴火中烧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 大家就这样看我 看 是不是 看没有 真是死了一片 死了一片 不是 是自豪了一片 自豪了一片 所以人家说我是现代 这个 华华陀 现在华陀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现代华陀 为什么 因为华陀这个人 他的治疗方式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 华陀发明了这个麻黑伞 就是靠这个外科手术 非常痛苦 而我应该是什么 现代的孙思苗 孙思苗是通过这个药物 来这个治疗 不痛苦 当然我再用 我用 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啊 然后找个人多的地方直接跳下去 我是跳水冠军 是不是 马上压 压运活要开始了 我也要参加啊 这个射击啊 这个跳水 我样样行啊 好 废话不多讲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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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尼嘛 一定要专心致志啊 我先对这个王尼少年设议 设议 霸王 硬拉弓 你看 全鬼炸飞了 炸飞了 炸出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 炸出了他们对美好的向往 命运把握在自己身上 但是他们 我网友 才让王尼少年 不能自己把握命运了 所以 让我帮你们把握啊 我用这个设计的这个技巧 帮你们重新掌握住命运的轮盘 掌握住命运的锁链 所以我是谁呢 我就是网尼资料专家 好像是文化教育资料法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这枪不给力啊 跟游戏里面的性能差距太大 小脑子在穿越火线里面 啊 话不能这么说 你看我的枪法 那爆头简直是毫无压力 啊 不明真相的 被我枪一打 那真相自然就来了 穿越火线这游戏啊 做的就是不错 那倒是 小脑子在穿越火线里面 那M16用的 那混蛋 那个枪法 国内都没有人比了 现在 我要力争成为国内啊 穿越火线啊 第一 哎 打住 师兄 牛皮不要吹太大了 啊 做什么 还得考时间 说了算了 是不是 好 我是陶教授 大家看我换了一身衣服 也接下来我要使用的是 健康啊 锻炼啊 体育锻炼 治疗法啊 通过这个让他们进行这个室外活动 体育锻炼来治疗网瘾啊 那我们看体育锻炼治疗法 那么又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用这个打打宝令球来 滚了滚了一路 是吧 生命的寓意在于 因运动禁止的生命 那是死人 是吧 王毅少年 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成行事走路 成了一个半死人啊 半禁止状态了啊 是吧 半死不活 还不去死 是不是 所以我要弄死你们 弄死你们啊 是不对的 是不是要好生治疗 是吧 来教他们打打高尔夫啊 高尔夫 来来来来 知道高尔夫谁打的最好吗 就是美国那个泰格物质啊 每年美国凭借的体育体育名人名人啊 就是凭凭美国 嗯 就是体育界最受欢迎的啊 每年这个泰格物质啊 泰格物质都是名列地狱啊 但是去年呢 这个名字稍微发现了变化 因为去年 著名的NBA啊 福人队的当家球星啊 科比布莱恩特和泰格物质啊 并灭的这个泰格物质啊 就不干了 他来来 敢跟我分享是不是 所以说把他这个赛季要好生努力了啊 好 接下来 在使用说到刚刚说科比呢 我们来打打篮球 之啊 哎 让王尹少年知道篮球是非常好的运动啊 我我我就学了打篮球 哎呦 我是陶教子 不然篮球怎么威力不大呢 啊 来试试这个比较重口味的啊 橄榄球 橄榄球啊 什么叫橄榄球呢 因为这个球的样子长得像那个橄榄果 知道啊 哎 翻圆形的啊 半月形的啊 橄榄果 所以这就是这个橄榄球 橄榄球啊 富特勃啊 富特勃 这就是橄榄球啊 考试啊 橄榄球是非常重的啊 我现在穿这个88号啊 那个敖场上啊 在在学校里面的篮球这个呃 班队那个队服也是88号啊 足球队服也是88号啊 为了追随敖场上啊 我也穿88号的橄榄球球服啊 再来打打这个棒球啊 那棒球打的时候是非常痛的 非常痛的 说是吧 哎 你看到打打打这些人的痛苦不堪了啊 但有人就就就就说这个也是个棒球打的虽然是好 是吧 哎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式了 废话啊 再来看看拳王阿里啊 拳王阿里的这个啊 是吧 打拳比较注目有哪些啊 这台生啊 阿里啊 都是啊 啊 我们国家也有啊 但是是轻量计的啊 是不是啊 嗯 好 那么有人说啊 你这个 你这个 起锻炼治疗方法是好 但是对于那些从不锻炼的人来说 对他们没有一点效果 你不锻炼是不是 脑子擦死你 拳击手套 没有错 没有错 是吗 金刚狼啊 看看到没有 金刚狼啊 就是脑子 确炼凉的 哎 看到没有 这个质感方式应该是非常好啊 从不锻炼是不是今天就要让你们尝试一下不锻炼有什么后果 经常不锻炼会造成这个老鼠吃弯 恶狼吹花圈 啊 肌肉肿瘤 是不是啊 动脉硬化 啊 冠心病 嗯 斩斩疾病 是不是啊 嗯 这里不锻炼啊 就这个后果 看没有 看没有 哎 不锻炼就这个后果 我要用这个狠狠的方式 让他们脱离这个网瘤网瘾的躯口 啊 躯口 看没有 这个左勾拳啊 右勾拳啊 用的是零零尽致 真的是零零尽致啊 好 我不仅擅长弓 我也擅长手 哎 你个小女生 是不是啊 哎 这么狠说打叔叔 是不是 让叔叔教你 插死你 是不是啊 再来 啊 迅速出拳啊 这个防御反击 迅速出拳 我们现在中国队钓鱼岛就是 啊 现在是防御就是 啊 接下来就是要反攻 你一个小日本抢我钓鱼岛 啊 就是这个下场啊 啊 是吧 我现在打 以后就出拳 你小日本干嘛招架不住 全是F的理由啊 是不是啊 我是 唐教授 嘿 请问 里面有人吗 你们的东西需要签收 嘿 伙计 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人 哈 Sir 这是您的东西 请签收 什么 您的东西 您在淘宝网上购的东西 现在借过来了 哦 是吗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东西 为人民服务 是我的自豪 我在淘宝工作 就是要把每一件淘宝顾客预定的东西送到他们手上 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得有人签收 好吧好吧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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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了过后跟我去王影中心治疗哈 好不好 嗯 你什么说什么 王影治疗 无产阶级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 劳动 啊劳动 有劳有得对不对 那今天就要用劳动改造 王影治疗法啊 简查劳改 劳改 现在看我穿着一身工人的装束啊 还还拿着一个木头 我要拜年伐木工啊 伐木工啊 让他们的王影少年知道啊 劳动是非常可贵的啊 经常打网牛而不劳动 既对社会没有价值的创造 对社会来说还有损失 所以这个劳动治疗法是 比较这个这个好的啊好 伐木工 除草工啊除草工 除去社会的杂草 除去社会的牛皮群是吧 打魔兽是不是 聊科科是不是 那今天我叫处理对不对 让陶叔叔给你治疗治疗 让你体会到科学体贴的治疗方式 那你这一生真的是剩一肥钱啊 虽然我的治疗费用比较贵一点 但是你父母愿意啊 对不对 他愿意给我钱出杀 那我就给他请我叫负责 那我就好好的治疗一点 所以我就这招出去社会的杂草啊 做一个除草工 除草工 出去治疗工 清洁工啊不是 这个是除害虫啊除杂草 刚刚除草是 宏官的啊 这会是威官 好这会扮演的是清洁工 啊让你们知道扫地啊 是有益于培养这个秦少啊 好 这个扫把头赖了啊 变成了这个棍子啊 这一招我好像在以前看到过 据说叫什么神龙残阳大法 已经四川很久 现在我是不是已经是受到了真传 不管这么多 水管弓 我来帮你一下水管弓 出售水管弓射了你们一礼 知道不 好水管弓 什么 不管是你是什么弓啊 你不管你弓的弩的啊 什么什么呀 只要是劳动 你就是可爱 是吧 以前说最可爱的人是解放军战士 现在要加一个了 不只是解放军战士 劳动人民同样可爱 是不是 因为怎么样 解放军保护社会价值 劳动人民创造社会价值 他们都是可爱的 但王尹少年呢 浪费社会价值 是可恨的 所以啊 我要扮演 王尹治疗专家 好 接下来是垃圾工 垃圾的啊 推是你们 是吧 中华宅男推啊 宅男推啊 推是你们 我不是宅男 但我喜欢推啊 每个男人都喜欢推嘛 是吧 推罗里推欲剑 只要你敢推 没有你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啊 所以要多推啊 多推有一天堂 多推创造人类 对不对啊 但有人就说啊 哎呀 陶陶陶教授啊 你这个 劳动改造教育方法 是不是对对对 对这个 呃 王尹少年的身心 造成太大影响 因为劳动太累了 他们劳动过后 哎呀 非常苦啊 老子告诉你 老子还要让他们更苦 这个 出杂草的这个 金属力加电池 今天我就要把用电击打法发扬光大啊 你看没有 啪啪电视里 是不是 用电击的方式 唤醒起对生活的渴望 无传阶级之差 没电一下都五百块啊 因为现在电费很贵的 我告诉你啊 好 你看这个 一定给他电到空中去了 真是的 这种方法对这个王尹少年造成痛苦 更大 但是怎么样 不痛苦也不知道厉害 就是要让他们产生害怕 让他们产生条件反射 什么反射了 我一打网游就要被电了 是不是 所以以后还敢不敢打网游 不敢打 老鼠也是这样 哎呀我一次来了就要被老鼠夹死 他敢不敢再偷 不敢 所以网游 在打 就要被电 但有人说 有些王尹少年一直很坚强啊 哼 电脑子 脑子魔兽八十几怕了个球 好 你不怕我 我就要更狠一点 电锯 嘿嘿嘿 嗯 想不想电 德州电锯杀人狂啊 啊 有些人看到那个电锯金魂下代是尖叫 我告诉电锯金魂 算个屁 接下来我要给 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电锯金魂 哇 嘿嘿嘿嘿嘿嘿ää 哈看到 艙艙的定居柄 到满 找个人多的地方 人少了我还看不起 是不是阿 我前面很多人 同品六千个 网游少年啊 сдел 是吧 拉动眼睛 还没有 恐惧超必杀撕裂 这招真的是对于这个网影资料来说事半功倍呀 接下来这个网影资料我开 看看干嘛 这招对这个网影资料来说 绝对是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力 他们一想到 哎呀 玩网游 就是这么个遭遇 是吧 所以从此也不敢再玩网游 记住我的名字 网影资料专家 陶教授 我刚才提到了电击治疗法 没有错 电击治疗法 是 就是杨教授发明 而我陶教授呢 就是要把电击治疗法发扬光大 现在我穿得像一个医生一样啊 人称夺命医生啊 现在天朝有很多医生啊 为了这个钱啊 不惜 以以病人的健康啊 为这个 这个啊 是不是啊 而 争取利益最大化 这种事 黑心的医生啊 我呢 人称夺命医生 三博士真的要夺你命 是我治疗方法非常狠 轮椅 加电池啊 先把你整摊了 再把你电死 是吧 看你还 什么 王爷本来就是社会不合行医 compra 开始了 孜孜孜孜孜我来个做到上面哪个啊 好就是你 电不是你压着 你看 电电人来口吐白沫 我这个网瘾治疗方法 是在杨教授的电击治疗法的基础上 现在听说天朝卫生部已经明明净击电击治疗法了 是不是 他们禁止的是躺着电子 躺着电是禁止的 没说不能坐着电啊 是不是啊 就是我这个网瘾治疗法 不是坐着电子 卫生部能禁止的是躺着电 所以我这个方法是可以可行的 而且治疗方法真的是非常好 杨教授那个好 好 这个就介绍到这里 好再见 我是陶教授 好 大家有为人正直 大家都知道我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开摩托车啊 我是一个摩托车手啊 我我的主业是网瘾治疗 我的业余爱好是开摩托车啊 说有没有想过用摩托车啊 拿的这个方式来治疗网瘾啊 这个对于逻辑上都是手创手创啊啊 那个你们就尽情的欣赏了 欣赏了啊 首先我开着这个小车啊 去找一样东西 那找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么这样东西配合摩托车啊 又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啊 好到了啊 到了啊 说说说到就到 是不是还进去了哈进去了 没有错电锯啊 人家说就是电锯 是不是啊电锯咋就这么狠呢 是不是啊 哎呀妈电锯咋就这么狠呢啊 废话 电锯不狠谁狠 我拿着电锯 我等于还上不了车了 这这这他那的叫囧啊 没有关系 嗯好搬着这个电锯我的速度照样很快啊 又不是力量型的啊 智慧型的啊 双性的那网瘾治疗专家啊 陶教授陶教授啊 嗯 那个近几年啊网瘾治疗的成果啊 国内网瘾治疗成果不太显著不太显著 为什么呢 就说国内有太太多的佣医 根本不懂怎样治疗网瘾 那我的网瘾治疗方式什么啊 软磨硬炮啊 说呢 要这个软硬皆是吗 好开始 电锯加摩托车是吧 所以我才是最后的威力 黄昏电台放起来 pomoc国内响托车 不管这儿 没关系 韩托车 I will stay for a thousand years It's been so long And I've been hurting now I will stay for a thousand years I will stay for a thousand years I will stay for a thousand years